你做不想做是不是 我們就站著 莫名其妙嘛 雖然你他們兩個過來 當眾講他們禮拜五的時候怎麼講的 沒有過來之前 你就在那邊站著 你做不想做 你就在那邊站著 莫名其妙嘛 雖然你他們兩個過來 當眾講他們禮拜五的時候怎麼講的 沒有過來之前 你就在那邊站著 沒有過來之前 你就在那邊站著 莫名其妙嘛 雖然你他們兩個過來 當眾講他們禮拜五的時候怎麼講的 沒有過來之前 你就在那邊站著 你做不想做什麼 我們就站著 莫名其妙嘛 我這樣說好了齁 不管是前任的主席顯智 那以及現任的黨主席薛永明 他們的確 都跟我開口過 希望我能夠承諾他們列部分區 那我也跟顯智跟永明說得非常的清楚 說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台灣要有一群 有專業能力 有理想性 而且更重要的 能夠抗拒金權盛制的立法委員 進入立法院裡面 需要一致團隊 另外 我在我的巡迴演講第二場公平正義改變台灣那場巡述 那場演講當中 我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 貢獻我的力量 把這樣子特質的人 送到立法院裡面去 貢獻我的力量 把具有這樣特質的人送到立法院裡面去 那這個是我前一陣子 為什麼我跟大家說 我在展開情依之旅 其實就是在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那我也很感謝 現在答應參加這個團隊的朋友 他們對我的信任 我的計畫 還持續的 在進行當中 那至於說永明 他作為現在 新的黨主席 那永明對2020選舉 他的整個布局 整個策略 到底是什麼 我作為黨員 我基本上都是尊重 那但是那個是永明 他自己要尋 黨內民主程序 跟決策委員會 提名小組 就是寫會議 已經太久沒參與黨務了 就是他們 自己在決策委員會上面 好好的去討論 他們接下來2020的選戰 基本上面他們希望怎麼走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選區 目前藍綠兩黨 推出的立委候選人 都不夠足以代表 時代力量的價值 甚至是讓人民失望 是不是區域 應該要進一步的 來去支持 符合我們的信念 跟價值的候選人 那不分區的整個戰略上面 那永明希望大的戰略的方向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永明 接下來他 可能跟黨內其他決策委員會 的同仁們 他們要去討論的事項 可以嗎 台灣喔 如果是 在搞這種放話政治 我必須要跟你再一次的表示 我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我已經表示了N次 對這種放話政治的厭煩 對這種放話政治的厭煩 放這種話的人 在網路上面 在媒體上面 操作這件事情的人 再加上 配合著政黨 在操作這些事情的記者 他們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我非常清楚 我想一般的市民 大家要花一點腦筋想一想 就非常的清楚 那正是因為 這是對毫無生產性的 毫無生產性 毫無生產性的政治操作 所以我就說 我就不想要浪費口水 再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對於我來講 你問我這種問題 就好像問我要不要上外太空一樣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對台灣所現在面臨的問題 到底解決了什麼事情啊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處理時事上嗎 這個是我希望談的事情 那你如果問我 就前一陣子你們帶風向 說我要參加台灣民眾黨 這個風向帶完了以後 現在突然我要變成獨派 要推出來參選總統候選人 這些風向我都拼在耳裡 但是你們冷靜想一想 用大家的基本判斷程度想一想 就在他後面帶風向的這個人 會不會太可笑 一下就說 你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你要跟柯文哲如何如何 一下就說 你要去跟代表獨派選總統 你腦袋有動也不要到這個程度吧 我就是我 做我自己的 我在走政治這條路上面 在做公共服務的時候 我再說一次 其實我有一次在我臉書裡面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為我自己做的事負責 我有我自己的道路 我的存在不需要靠我去支持誰 或是我反對誰 來證明我自己的存在 一個政治人物如果要靠 你支持誰或是你反對誰 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的話 我老實講 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請用我實際做的事情來評價我 我做的不好 批評我 鞭策我 我一定盡力 但是我可以負責任跟大家講 我可以無愧的跟大家講 黃國昌一天24小時的時間 我犧牲了非常多 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 我沒有自己個人的生活 我全心全意的 就是要把立法委員 這個工作做好 向我的選民負責 向台灣社會負責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